你好,我是昆仁刘史,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呢,咱们继续聊这个胡佛准事的故事 昨天呢,咱们聊的这段书啊,是说了一下 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位六士达赖 那么说耐人寻味的点在哪呢? 就是最具权威性的认证人,康熙皇帝 他对这个三位六士达赖都认可过 那么作为听众的您,我不知道您呢 对这个清政府权威性起没起过质疑 那其实呢,我倒是认为这康熙皇帝啊 当时的处境很尴尬,很无奈 皇帝嘛,他并不是生来 就是为给你这个达赖册封而来的 他在册封一位达赖喇嘛之前要权衡很多的利弊 也就是说之所以册封这位达赖喇嘛 中央朝廷认可他,那是有很多大的利益关系的 昨天咱们就是为了把这三位六士达赖的故事啊 给您捋清楚,当然最后一位达赖喇嘛 就是在礼堂转世的那位格桑家措 后来呢,肾炎成了七士达赖喇嘛 那也是因为大环境的问题 清朝政府后来给六士达赖苍阳家措 就是那位会显示的情僧桑阳家措 平反了,才认可了这位转世灵童格桑家措 是六士达赖的准世,是七士达赖 那么在开始咱们今天的故事之前,咱们先往前倒一笔 占用您两分钟的时间 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咱们要倒的这笔书啊,和咱们的活佛转世系统 乃至您了解藏传佛教都很关键 那咱们说这笔书咱们倒到哪呢? 咱们就到啊,这五士达赖元祭,六士达赖座床 中间这段,那有人说那长了 这期间不是十五年的时间吗? 不不不,咱们不讲那么长的书 咱们只说呀,这康熙皇帝已然了解到 苍杰家措隐瞒了这个五士达赖 已经源继十五年以后 到六士达赖剃渡授戒床 这之间的事儿 发生了什么事儿?很大的一件事儿 就因为这康熙皇帝了解到这五士达赖 实际上已经源继了十五年 西藏地区最高的长官第八,桑杰家措呀 就瞒了他十五年 并且在这十五年当中 桑杰家措呢,打着这个五士达赖的旗号 对大清国的这个敌人嘎尔丹呢 有很多的援助 并且呀,在十五年以前 这五士达赖活着的时候 这五士达赖呀,也是支持嘎尔丹 因为嘎尔丹是学生嘛 而且还支持乌三贵 康熙皇帝恨这两个人呢 那就恨不得把他们错误扬灰 对他们都是牙根子恨的巴掌肠 其实啊,这历史虽然没有记载 我们谁都能想象到 当康熙皇帝了解到这一切之后 肯定拍着乾清宫里的龙书案 指着这西南方向大妈 他就恨不得呀,把这达赖喇嘛废了 大兵压境直到拉萨 可是呢,这想象容易做起来难 冷静之后啊,他又感觉到 这达赖喇嘛必定不光是藏族人们的宗教领袖 而且是相当大众的蒙古族人民的宗教领袖 就像他的孙子乾隆皇帝 在后来的喇嘛说当中所描写的一样 为什么要兴皇教,要保护皇教 就是因为兴皇教已安住蒙国 那谁是亲人呢? 在清朝统治者心里啊 这藏族人应该算不得亲人 但是蒙古人是亲人,满蒙一家嘛 那既然为不了,就只能是分化你 于是,康熙皇帝汤汤汤汤 就在这个藏传佛教所设计的地区 又封了三大活佛 有些啊是家封,有的是新封 那谁是家封啊? 哲不尊丹巴活佛 给他的地位提高 让他执掌墨北,卡尔康蒙古 以及新疆 信奉那个藏传佛教的地区的事物 除此之外啊,还新封了一位 谁啊?张家活佛 他让张家活佛主持这个和黄地区 以及漠南蒙古的这个宗教事务 最为关键的就是 他召见并册封了武士班禅 这一年啊,就是1713年 当时的这个班禅不过多 也就是武士班禅来到北京城之后 康熙皇帝就册封他班禅俄尔德尼的称号 咱们前文书说过 这班禅呢是大学者的意思 这俄尔德尼呢实际上呢是一句盟语 其实也可以说是一句蛮语 是珍宝的意思 哎,加到一起啊 就是犹如珍宝一样的大学问者 大学者 那他管理什么地区呢? 让他去管理后藏 也就是日喀泽地区 并且啊,直接把这个达赖的权力匹开 这后藏的班禅在后藏 不但啊,接收供养 而且还可以收税 这一收税啊,一有钱的自然就不一样了 这势力就能做大了,有钱的孙子大三辈 那班禅系的做大就直接分化了这个达赖系 那这达赖喇嘛呢 管理的地区啊,他就自然就缩小了 就是清藏啊,康区啊,前藏地区 就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这康熙皇帝使出了很多这个政治手段 从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达赖喇嘛 在这个藏区的势力 那么说管用不管用呢 那咱们这说啊,有作用也不是很绝对 因为这个康熙皇帝低估了 这藏传佛教在这一地区的威力 这达赖喇嘛作为这一宗教的教宗 在信众心中啊,那是根深蒂固的 他在信众当中的影响力 比班禅大师啊,不能说是大很多 是早,虽然康熙皇帝把班禅大师的地位 拔高了很多 可是呢,这个达赖喇嘛 在信众心中的地位啊 多少的还是要略高一些 哎,说的是那会儿啊 当然今天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了 那么这段故事交代完之后啊 那咱们要说今天的故事了 哎,有人说是不是要聊喇嘛说了 没错,您猜对了 那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咱们从那个喇嘛说 从头开始批讲到最后啊 这个故事会很长 因为中间啊 会穿插很多的实力 这乾隆皇帝自己讲的时候啊 就把这些原因故事都带出来了 咱们要是挨个解释呢 这一集就会很长 那咱们还不如把这其中拉的这些点 拿出精彩的先讲了 然后再说那篇文章 那咱们今天从哪开始聊啊 咱们一下子从康熙年这跨度 可就跳到了乾隆年 并且是乾隆晚年 那中间的故事为什么不讲了啊 这中间呢 其实精彩的故事还多的是 但是和咱们要讲的这个 活佛准世这条梁子 可能关系就不大 咱们就跳到了乾隆晚年 这会儿的清高宗乾隆老佛啊 已经六十多了 眼看奔七十的人了 对外宣称自己啊 已经是九泉老人了 比如说这乾隆不是十泉老人吗 对了 没有今天咱们这故事啊 他成不了十泉老人 对十泉差一泉 他现在啊是含笑九泉 开玩笑开玩笑 咱们接着讲故事 为了庆贺自己的七十大寿 也就是1778年那年 这乾隆皇帝啊 让这个六十班禅进京 到了第二年 这个葬礼叫土猪年 1779年六月 六十班禅就带着自己 十三名得意弟子 从这个扎什伦布斯出发 大车小量的拉着礼物 给这个乾隆皇帝贺寿 经过这个杨八景的时候啊 八世达赖 那会儿已经是八世达赖了啊 和这个驻葬大臣 以及啊 这个摄政的嘎伦呢 就前来啊 恭送大师 您听见了吗 这有两个问题来了 一啊 这这会儿有了驻葬大臣了 二呢 这会儿啊 已经不是这第八制了 已经改成嘎伦制了 在这个政治上啊 这西藏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那这会儿八世达赖呢 没有亲政 所有的这个藏区的事 我都是由这个六世班禅来代理 这八世达赖又是六世班禅的弟子 所以这青年的八世达赖啊 对这个老师六世班禅非常的尊敬 直弟子里基本上都是跪街跪营 那刚才咱们说半天了 这个达赖喇嘛的藏区的身份呢 应该是略高一筹的 那为什么八世达赖对六世达赖这么恭敬呢 因为这会儿的清朝政府对这个八世达赖啊 算是个考验期 这七世和八世达赖这个时期啊 拉萨地方上政权很动荡 您看时间虽然不长啊 但是这个变动很频繁 您看刚才咱们说了 政权性质已经不是第八制了 这听着其实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了 但是这中间啊 还出现过另外一种政权形式 这清朝在藏区还封过王 关于这个藏族这个王公后来啊 被废除的故事啊 咱们在这个十权武功当中 一打金川就聊过 草草的一聊就带过 哎 这咱也不细展开 所以这乾隆皇帝啊 就和人商量 这达赖系掌权这事好不好呢 那他跟谁商量这么大事啊 他跟这个大清朝唯一册封的一位国师商量 三世张家活佛 他跟这个张家活佛说 这藏区太不好管理了 而且怎么想啊 这达赖系的弊病很多 要不然啊 咱们这样 从拉萨呀 旁边或者围着拉萨 咱们再建一座大城 模仿这个汉城的方式来建 然后往那儿啊 派这个汉族的留官 和这个中原一样 三年五年的留官制 这样啊 没准就能把这个藏地管好了 可是张家活佛呢 他有私心 那如果说 把这个达赖喇嘛 这个地区改成留官制 一旦试验成功 那以后就会推广 什么这个 哲不尊丹巴管辖的地区呀 班产喇嘛管辖的地区呀 那肯定也会到 我管辖的 和黄漠南地区 那你看现在 我们这庙里又享受供奉 又收税的 我们日子过得挺好 那一旦这么一半呢 那我们就最起码 税别收了 对啊 刘官人政府 收这税去 所以张家活佛就说 这不好这个您别忘了 这个西藏地区 人人信教 那儿啊 这喇嘛教 普世价值观 他不太适合呀 没有宗教身份的 世俗官员 到那儿去管理这一地区 这乾隆皇帝 琢磨琢磨呀 也是 那就这样吧 达赖喇嘛 现在还小 那就让这个班禅啊 先两头尖起来吧 这前葬后葬都先管着 这才有这个六世班禅 如此大的权力 这段故事啊 惹了长 您要让爱听啊 以后咱们细细的讲 这六世班禅 启程带着徒弟 而且大车小亮的 给乾隆皇帝带着礼物 就奔北京走 冬天的时候啊 可就驻币在塔尔寺了 为什么呀 要从这过冬 然后呢 也不能到北京 到这个避暑山庄 去觐见高宗皇帝 为什么咱们一定得说说 这班禅大师啊 驻币在塔尔寺 一个冬天呢 这很关键 这和后来啊 这六世班禅元祭 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驻扎在这个塔尔寺 那儿的大活佛 二世加密样活佛 给班禅大师的所有随从 都种了痘了 这什么意思 不用我多解释 预防天花啊 接种牛痘嘛 那那会儿肯定不是牛痘 接种的肯定是人痘 哎 反正是能预防天花啊 唯独这六世班禅 没接种 哎 这就是一个伏笔 不用咱们往后讲 您也能知道 这六世班禅大师 是因为什么元祭的 这是后话 咱们暂且押注不表 就说这个 1780年的7月21日 就在承德的避暑山庄啊 这六世班禅大师 就觐见了高宗皇帝 两人互相赠了礼品 这班禅大师啊 送给这乾隆皇帝 一尊金服 据说也三百多两 这乾隆皇帝呢 颁赐给了班禅大师 金策金印 这金策多重 不知道 这金印呢 就二百三十多两 那我说的这可都是黄金 并且这皇上还把自己 随身的珍珠串 和一把玉如意 还有啊 这内务府 建造的一条 玉用哈达 也赐给了班禅大师 后来呢 这班禅大师呢 就和皇上一起 回到了北京城 暂时就住在西黄寺 然后啊 这个皇上又送给这班禅大师啊 金如意 杨纸玉的五香炉 金宝体 等等等等等等 不光如此 这满猛王宫 再加上朝廷重臣 都想啊 瞻仰瞻仰 结交结交 这位活佛大法师 于是啊 给这个班禅大师送的礼物 那喝了去了 有多少呢 这皇上这边啊 没记录 这和尚这边也没记录 可是强盗那边有记录 怎么还出了强盗了 哎 咱们下文书自然会交代 这强盗那边的记录是多少呢 没腰筋 也没算个 他们算的 几乎都是长度单位 说是乾隆皇帝 以及满猛王宫 诸大臣们送给六世班禅的礼物啊 大车百余辆 绵延十数礼 那折成钱呢 就不能用数字来算 这里边广是这高宗乾隆皇帝 赐给六世班禅 做棺材用的金子 就七千余两 当然了 人家大师啊 人家不是土葬 做的也不是棺材 人家那个呀 叫天降金宝塔 用来镶嵌金塔的宝石 那就不计其数了 那有人说怎么 打棺材的料都给准备好了 那是因为这六世班禅呢 很不幸 那死在北京了 元祭在西黄寺 哎 就是因为得了天花 那有人就说了高僧 元祭没什么呀 那换了别人呢 那是个悲伤的事 那高僧是能元祭的呀 这六世班禅 转世为七世班禅的时候 不是还回来的吗 哎 咱们要说的不是这佛法 也不是转世的秘法 这会儿咱们说的就是啊 这钱一多呀 他也不是好事 招来强盗了 哎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六世班禅的亲哥哥 建材起义引来强盗 这尼泊尔人才要洗劫 扎实伦布寺